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带给大家 崩坏星穷铁道 飞消 云梨技能曝光 又来追击队 坏星穷铁道 2.3流盈PV有新刀 云梨有超反击 五位角色属性曝光 崩坏星穷铁道 铁区术3月7左腿肥美 右腿贱内内 流盈祭司编号流出 2.3冷眉流水堪忧 看完流盈的千星技有PV 无数开拓者都有着相同的想法 那就是 新刀只自然少不了 其中几位格拉莫铁骑到后续 应该是没了 大佬总结了下 就是 流盈和另外两个人 刚解除萨姆的时候 脸上都是没纹路的 最后出现纹路说明 萨姆也是医疗舱 待在里面能保持身体 但大姐姐一解除 萨姆脸上就是纹路 说明已经不行了 结尾周围萤火虫的光 逐渐暗淡 只剩下一只萤火虫在飞 可能代表其他其实都死了 就只剩下了流盈还活着 只能等流盈登场 来给各位解答 然后就是在2.4版本中 登场的云里 据说是大克拉拉的存在 因为有超级反击机制 这样一来 就可是说新的追击队成员 已经准备好 然后还有杀金一样的护盾机制 这一位物理毁灭角色感觉 和这定位没有联系在一起 希望云里上线后 技能不会让玩家失望 这么讨喜的女角色 卡池流水 自然不会太低 然后就是雷巡猎的消息 不少大佬都说 莫泽是雷巡猎 定位是四星角色 看了下已经登场的巡猎角色 发现雷巡猎还缺少 不过近期五星角色太多了 四星角色还多出一些比较好 后续角色的属性 也被大佬曝光出来了 云里是物理毁灭 焦丘的火虚无 莫泽雷巡猎 灵莎大概是风饶 飞骄也是巡猎 不知道这么安排玩家 是否觉得有所意义 刘盈这时候放出 TV让玩家更加心疼了 更加想抽一个刘盈带回家 就等着刘盈卡池早日开启 近期官方也是在前瞻直播中 爆料了后续即将上线的几位角色 相信大家也是对这几位角色 充满了期待 近期又有舅舅爆料了 飞骁和云里这两位角色的技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探吧 天机将军飞骁 威冲骁汉 气灵穷仓 属性微风 巡猎 技能和弱点击破 最佳攻击有关 技能满足特定条件 会有强化战技 在以往的测试中飞骁 都是作为追击的成员进行测试的 装备光追 反导者 幸福者 装备仪器 风举云飞的涌烈 停转的萨尔索图 仪器主属性为 速度 风属性伤害加成 然后是技能相关 密技 高频率连续自动发射导弹 命中敌方时 对其施加某种效果 召唤一片水场上 角色移动的特殊领域 类似静流 枝羹鸟 期间大幅提升场上 角色的移动速度 可抵挡敌方的所有攻击 并把附近的所有敌人 拉扯至身边 当飞骁作为敌方时 飞骁会作为敌方出现 战斗中 飞骁会召唤目标 并和召唤物建立连接 战斗中 会有二件驻战技能 仙周忠明怀炎将军的孙女 与燕青年龄相仿 钟爱收藏各类剑器 自幼岩席剑术 在以往的测试中 云里通常和托帕软梅罗刹组队 毕竟曾经克拉拉的队友 也是和罗刹一起 装备的仪器 风举云飞的永烈 停转的萨尔索图 仪器组属性为 速度 能量恢复效率 接下来适合技能相关的消息 为当前场上角色提供保护 角色受到敌方攻击时 自动后退一步 云里的武器会出现 并抵挡本次攻击 在剧情中 云里会有助战技能 应该和自击角色技能 类似黑天鹅 云里站立在队伍中央 面对身前的敌人 云里消耗全部陈数 把某种攻击造成的伤害 视为另一种伤害 并发动终结技的超级反击 对指定敌方单体和相邻目标 造成物理属性追加攻击伤害 并连续数次 对随机敌方单体 造成物理属性追加攻击伤害 2.3越来越近 即将迎来更新 在沉浸了三个版本之后 刘盈也终于跟大家见面 丰富的背景 加上各种宣传和剧情的铺垫 电子女友刘水自然不必担心 预计超斗60小时都不为过 而今天 我们要聊的是 同在2.3上半复刻的软煤 刘水并不看好 不是说软煤和刘盈是死榜的队友吗 下面来分析一下 首先在1.6UP的时候 抽取人数已经不在少数 新入坑的其实没有太多 其次刘盈下限高 上限低 崩铁玩家追求的都是强度 部分玩家会选择跳过 再次抽取刘盈的是为了开图键 或者插屁档 真为了一个电子女友抽取的 所以不会选择抽软煤 最后软煤虽然说是通辅 不过角色永远都是抽薪不抽就 1.0版本的原始人 相信熬不了多久 不过崩铁复刻角色 流水一向都是不咋地 大家也是见怪不怪 不得不佩服崩铁设计师的细致程度 在2.3前瞻直播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留意看 吉米顺带提到了 刘盈的千辛机油的形象 当然画面只是一瞬间而过 穿戴景深的太空服 凸显玲珑浮凸的身材 领口上面有一串编号267 其实这个是刘盈出生之后的代号 AR26710 有了解过刘盈背景的网友应该都知道 刘盈是为战斗而生的基因改造婴儿 所以会附上一个代号名称 而这个代号也被网友调侃是祭司编号 官方已经放出了3月7巡猎命图立会 四星虚数属性 整体风格设计新颖 独特有个性 虽然只是四星角色 不过有三大主角之一的光环加持 设计一点也不含糊 特别是白色丝袜设计 却除了大众对黑丝的审美疲劳感 加上图案修饰别有一番风味 而细心的网友同时发现 设计师把小三月的立会腿部玩到了极致 从下图来看 左腿做成了大众最爱的肥美形态 右腿不是少女的细长 而且上图直接抱了内内 因为安全不...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